全新款本田冰质上线 今天我们到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下新车有哪些变化 在配列方面有什么样的表现 全新款的冰质在这一次车展进行亮相了 预计很快就要上市了 新款车型在外观颜值方面改变是非常大的 首先就是中网的造型跟老款车型是完全不一样 采用了多层横拉式镀钩进行点缀 整个前面看起来有一种类似于新嫩言的感觉 而且两侧的大灯显得更加迁徙了 当然LED也是有配备的 全新款车型在前脸的设计方面是有一定的变化 但是在配置方面变化并不算大 目前这款车型还并没有完全上市 但是可以参考它的修理款车型本田的XRV的预售价 新款本田XRV官方制导价13.29万到15.29万收价区间 预计新款的冰质将基本上在售价方面并没有特别大的差距 新款车型在车身尺寸方面有所增加 车长增加52毫米宽度增加18毫米高度下调20 轴距保持不变与老款车型保持一致 跟大家体验一下这款车 它在空间方面 因为它在乘乘尺寸方面变化并不大 所以说基本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多可参考性的 像我1米8的身高170斤的体重 头部空间还是有一定余量的 它在整个内饰方面 座椅的乘坐舒适性还不错 整体的做工余量方面 相比老款车型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整个中控台是有变化的 它的整个中控台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这个位置一直到这里 它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种设计跟11代的思域 也是较为相类似的一种设计理念 中控屏终于是属于这种悬浮式的一种设计了 不过很多朋友反馈如果它能够再加大一点 会更好一些 多功能方向盘加入皮质包裹 当然也是支持思想调节的 好吧再去感受一下后排 它后排的车门依然还是采用隐藏式的设计 这点就不多过多的解释了 老款车型大家都知道 它的后排座椅是能够掀起来的 形成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空间 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选择这款车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那个空间灵活性会更好一些 感受一下它的乘坐感受 轴距没有变化 所以说它基本上空间方面是没有什么特别大变化的 不过车顶它是采用了分格式的这种天窗 这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至少不会让后排也显得比较压抑 空间方面像我这种身高的话 如果这样做好的话 我的头部已经是顶到了上方的一个车顶 所以说加上天窗的话就会更好一些 像后排的出风口 储物格以及两个充电接口 这个常规主流的配置还是有的 地台也比较低 相对来说 在中间的一个储物能力会表现更好一些 我们很多朋友选择宾置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空间性能表现比较好 座椅不仅可以翻折 而且还可以纯拼放的让我们在家用的时候 不管你是拉点东西还是拉点家具 它的一个便捷性是非常出彩的 在底盘悬架方面 全新款的车型跟老款车型保持一致 都是采用麦佛性式独立悬架 以及纵臂牛软梁式非独立悬架结构 轮胎的配置是17英寸的轮胎 只有它的高配版本车型才会加入这种马牌的18英寸轮胎 其他方面并不算大 作为全新款的车型 当然了轮毂的造型以及颜色也是有改变的 新车是采用了多幅双色的铝合金轮毂 铝合金轮毂也是属于全系标配 目前新款车型给出的动力是 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以及CVT无级变速箱 124匹马力 百公里综合油耗在6.3升 在动力方面相比较于老款车型 它是有一定改调的 要知道它的老款车型的最大马列是131匹 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调腰上的改变 先对而言 在燃油经济性方面略有提升 本田宾车正款车 它是一款在市场当中非常具有保值力的一款车型 卖的是非常不错 基本上每月都有了过万量的销售成绩 它的三年平均保值力 一方是能够做到69% 是一个非常可观的 好了 关于全新款的本田宾车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它主要就是前脸 中控台 以及动力方面的改变 配置方面的调整而已 其他方面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不过天窗的改变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比较具有实用性 好了 这台车就说到这里 如果还有朋友想要了解其他的车型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当然了 如果没有看清楚的话 没有听清楚的话 建议大家关注收藏